土恤強症發生了一百九十八個小時之後 災區依然有奇蹟傳出 非政府組織、中華民國搜救總隊 和土耳其的救援團隊 聯手救出了一名十八歲的男子 令人感到振奮 而臺灣搜救隊則是已經結束任務 今天凌晨三點半 全隊搭乘長榮班機返台 圍觀的眾人屏襲以待 因為土恤強症發生一百九十八個小時以後 在瓦礫碎石堆下還有奇蹟 民間非政府組織中華民國搜救總隊 在和當地工兵、礦工隊的合作下 歷經四個小時排除障礙 終於讓受困在瓦礫堆下的十八歲男子 重見天日 身穿紅色制服的中華搜救總隊成員都以志工為主 八號前往土耳其執行任務 而另外一頭隸屬官方的臺灣搜救隊配合災區情況 結束九十六小時的任務 準備搭乘機回臺 一百三十人五隻搜救犬全數抵達伊斯坦堡國際機場 機場響起爐雷掌聲感謝救災人員的付出 任務告一段落臺灣搜救隊今天凌晨搭乘長榮班機返回臺灣 預計在下午返抵國門 記者陳嘉欣 朱峰之五齊稱綜合報導 記者 記者 今朝 許明天天錦